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对 这个是尹熙悦 其实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下承诺 他就加强跟美国的防卫关系 另外要改善跟日本的关系 当然他上任以后 好像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极端 相对于文在寅的话 可是我觉得他当时 这个整个的大方针 看起来只有微调 大的方向没有变 没有变 所以他要跟美国加上关系 我觉得就是他 事实上他的基本的 整个战略观里面 即使在美国中国 他基本上已经变成一种 完全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零和性的竞争 也就是要选边的时候 韩国还是选美国 对在安全上 那这一次的这个 这一次把跟日本一起的军业 也符合他跟日本的这个 这个妥协的这个 这个政见 所以我觉得大方向 他一直往这边走 他不是他不再走文在寅的路子 那这个过程中间呢 主调是跟美国 日本走在一起 那么其他的大部分力量在干嘛 来化解 来对中国大陆解释 来安抚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对他的报复 能够捡到最低 那所以我就说 他基本上主调是往西方靠 对 那么对东方来讲的话 他是尽量的再找一个平衡点 也不要把这个关系完全搞坏 也不要变成中国大陆 就是说很明白的 赤裸裸的 对他采取这个各方面的制裁 那么现在就是说 看起来的话 在经济利益上 我觉得文在寅的话 基本上还是做的最多的 尽量不要让 因为倒向美国一方 你说现在的影席月 我现在的影席月 对 就是说不要因为倒向美国 还是受到经济上 中国大陆极强大的 这个报复能力 我想他一直在做这个努力 可是安全上我觉得 你要让他不去旅行 他当时这个竞选时候承诺的话 也蛮困难的 所以那萨德三部 他就说那是之前前朝的事 对 所以我是觉得将来就是说 冲撞我觉得是难以避免的 不过这里面也要看一看 就是说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就是影席月自己在韩国的 能不能够承受住内部极大的压力 因为他的这个民调 有人说掉到28 有人说掉到25 反正一上任调得很快 差不多25 25 所以他现在是内部的问题很大 另外就是美国本身 目前他现在的状况 这个乱局是不会继续乱下去 那美国真的是走到一个乱的路子上 好像由治而乱 像中国的历史由乱而治 由治而乱 那种循环 因为美国还看不出来 因为美国是一个很没有历史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这个由治而乱 新亡新衰有时候大概300年 对不对 大概一个循环 那看起来美国现在是由治而乱的话 那美国就会一直乱下去 一直乱下去的话 这未来两三年看起来有很多美国的乱局在前面 那要看你觉得要不要继续跟美国人一起往墙上猛撞 考验他的智慧 考验他的智慧 这个就是说现在比较容易发 就是说发生核武 现在看美俄的发生核武的机会 核武战争机会好像不大 因为他们最大的这个冲突点 就是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这个已经爆开了 爆开它并没有产生很大的这个 就是说连带效应 本来以为这个如果说爆开的话 那美俄之间可能也有这些 这些核武的冲突 现在看起来美国很节制 因为美国不加入 美国就用乌克兰去打 那现在看起来比较可能会打的话 就是大陆跟美国 那会因为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因为可能会产生台海会发生冲突 照现在很多专家讲 有说五年内可能会发生冲突 那会不会爆发核武 这样子会不会爆发核武 那我自己认为不会 因为美国从乌克兰战争就证明了 他不会为他海外其他不是他自己国家 他冒战争的危险 而且两岸一冲突 我觉得美国就会像这次军演一样 他会立刻撤出 而且他会说他不加入 然后呢 可是他会支持台湾 就是完全乌克兰的翻版 所以在可预见未来 我不认为这个核武战争会爆发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核子的武力的能力 事实上是美国没有办法拦阻的 虽然这个是斯德盖尔和平 那那个空中的投射这个原子弹能力更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092 092这个战略核潜艇 加上这个巨浪3 这是第二级的反击能力 事实上的话 能力也不断的加强 巨浪3听说就是说一颗飞出来的话 打出来的话 它里面有六颗弹头 那所以基本上美国也没办法 如果都是超高音速的弹 超高就变轨的这种超高音速 这没有拦阻能力的话 事实上的话这样战争美国不会轻易的 而且只是为了台海的问题 美国不会冒着核子战争的危险 那你说印度跟巴基斯坦 或者说伊朗跟这些 那个就不是大规模核武了 我想他们会很快会被制止的 那包括北韩 它这个是一种怎么讲一种威慑性的 它并没有真正具备强大毁灭效果的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这个核子战争是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是不是只毁灭50亿人 如果世界上的核子弹都拿出来打的话 我觉得不是死50亿 我觉得这个地球就毁灭掉了 普丁讲这个话 不是做一个观察者 而是他已经胜利其痛过 这个台湾目前美国人用的招数 基本上就是曾经用在乌克兰的招数 对就是乌克兰从独立以后 美国在乌克兰一步一步把乌克兰推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个普丁他是深受其害 所以他讲起话来就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入目三分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同样的一个故事 同样一个剧本 美国人现在搬到亚洲来演 所以台湾就是美国人剧本里面下一个乌克兰 要同样要在台湾演一遍 同样一个剧本在台海来演一遍 所以普丁讲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说是他的亲身的经历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美国不要再这样了 你在乌克兰搞的那一套 现在还要再继续复制到台海了 基本上就是来拱火 不断的拱火 然后你看最近他们这个事情 这个好像这个风声稍微松一点 又来这些国会议员 然后又说我的军舰要来 这个干嘛 美国不会这么轻易放手的 美国还会一招一招出 直到怎么样逼到大陆出手 逼到两岸兵戎相见 美国是这样往这个目的 因为美国这种做事的方法就是如此 这个每个民族 每个风格 每个国家 美国人是基本上非常科学的一个 他的文化是非常实际 非常科学的 做事情不啰嗦的 都是right to the point 然后怎么样 两点之间绝对是走直线 那他现在这种 美国这种叫什么 目标取向 目标定了以后 他的力量很强 他就是要推到那个 推到那个点上去 然后呢都不会走趋路 所以你看这个 你看比如说啦 晶片法案 他今天要把中国的晶片打垮 他不是说说罢了 你怎么样你把 你怎么样跟他抵抗 你怎么样讲他 没有用他就是要达到那个点 所以在台海的问题上 他今天他就是要推到那个步上去 所以你再怎么样跟他 你除非你挡得住他 因为美国是橄榄球文化 美式橄榄球是整排一起冲的 他就是一直往前冲的 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 在他往前冲的时候把他绊倒 或者把他阻止住 然后你对他只有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也往前冲 就是两队人马不断的往前冲 然后用冲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这是对撞 就是冲撞 美式橄榄球不都冲撞吗 就是把你打倒为止 这个就是一种利的一种 用利 可是他这里面有他的战术跟战法 可是他基本上是以利 作为他的主要的 跟你对抗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就 这个三两下就会退了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容易 你就跟那个 就跟你看以前羽狼共舞一样 那时候苏族的那个长老 就问那个西方人说 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样 他看到了他看到一个变化的时代来 那个美国人就是那个 那个凯文克斯尼 那个演员凯斯尼他讲说 他也很忧心 他会他说你将来会看到 一波一波跟海浪一样的白人 来到你的土地上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于美国这种你 所以美国一向是 最好的敌人最坏的朋友 你一定要战场上跟他战一场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 他就是不断的一波一波的上来 那你以为 你以为这个雷根浩跑了 他觉得没面子 他的战术性退却 他不是要跟你作战 他不是要跟解放军作战 他要台湾跟解放军打起来 所以呢他 会打到他的时候他出去了 回后才他又继续来拱火 在那边倒汽油 我都完全赞成 这个事情再搞下去 就越来越推向那一战边缘 你想想看 他如果起诉的话 起诉的话就成案了 你现在可以不起诉 你起诉就成案 起诉美国的审判的话 这种事情的话就是要定罪的 对啊 那你如果防他串供 你收押呢 对不对 这可能都会发生了 你起诉你就有收押的可能 你收押你到时候审判的时候 就有可能判刑 对啊 判刑他就要入狱服监 是 他说如果被定罪 最高可获判十年监禁 对 这个光起诉 川普他如果被起诉 川普就不会现在这个表现了 川普又开始 又开始说 你们开始行动吧 你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救 我需要你们来救我 有呼吁他的支持者 他的支持者都不是说就我们只等一个命令 老早那个proud boy的头 半年前就这样 在那边访问他 We just waiting for one order 就这么简单 这个马上就 就烽火遍地 美国是 美国这个国家很大 你不能只看一个地方 有些地方 像没有错 当时这个自由派跟保守派 在这个Poorland 连打了几个月啊 美国只是 媒体不去报道他好了 对不对 后来一个小孩子拿着枪 拿着AK-47 不是别人追他摔倒他回来就开枪 打死好几个人 结果被判无罪啊 结果那小孩被判无罪啊 合法 合法自卫啊 引起渲染的大波 不过那个事情 就还告一段落 可是美国很大 我跟你讲 有些州里面这些无政府主义 或者说极右的 白人极右势力 那个火力是蛮强的 他很可能 他很可能你就 你就成了一个局面 美国曾经为一些这些 这些就是说 Cout 就是这些宗教的这种 极端的 曾经派军队 国民军去攻打 因为他们是有武力的 是 那在美国很大 可是那个还是 为了一个宗教原因 你现在如果把现在这个 美国的共和党的 他现在是共和党的主席 美国是共和党没有主席 他只有全国委员会 然后这些一些很分散的 他是一个选举机器 可是实际上现在共和党的共主 就是川普 你如果动他的话 我觉得会很严重 那问题就是说你后面 你怎么走 对 你是起诉他 你起诉他后面就面临 一系列更严重的 你很难下 你不可能叫那个法官 看到了那个证据说 我判他无罪 不可能 他一定依法 依法论法了 那这个一走下去 那美国更没有回头路 所以现在看这个起不起诉 我觉得起诉以后 那还有一个就看拜登怎么反应 拜登现在基本上是很克制 我不认为他会束手就擒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